開艙的話就不像迷航機它會加壓 所以你們在飛機在高空的時候 就不會感覺到有任何壓力變化 但是我們一開艙之後 我們的機艙壓力就和外界的壓力是一樣的 就變得很低壓 所以呢 很低壓代表什麼 就是氧氣濃度就不足了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要全程配備氧氣面罩 不論是飛行員或是後艙的機組員 都要攜帶氧氣面罩提供百分之百的存氧 好 那另外是我們在我們含衣冠要負責的範圍就是 不論是機組員或是機艙的工作人員 我們在起飛之前30分鐘要實施去氮 那去氮的原因就是將身體的氮氣含量的濃度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會給予屬員吸收去呼吸百分之百的存氧 然後呼吸30分鐘 這不能中斷 讓那個體內的氮氣濃度降到最低 因為我們一起飛 一上升到最高高度的話 那個氣壓會下降 氣壓下降 相對的身體一些氣泡就會產生 那產生在從血液中跑出來 跑到骨頭 骨頭就會產生骨痛 肌痛 那如果跑到肺脹 卡住了肺部血管 就會造成換氣不足 然後氧氣濃度也會降低 這是非常危險的工作 所以我們事前的驅探非常重要 在飛機上 期待百分之百的存氧的面罩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航空官也會陪同隨機去發現 各組員在高空中會不會出現一些生理症狀 如果我們在高空缺氧 大概有效的一時間 大概只有三分鐘 在三分鐘之內要趕快戴上氧氣面罩 確保它的面罩是緊的 然後可以呼吸 要不然隨時就會昏迷 那昏迷在高空中昏迷 要隨時降落又是一個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整趟流程 都是非常必須要嚴密的監控 也是非常高危險性的工作 謝謝各位 操演開始 裝備檢測 飛行頭盔 兩千面罩 係數一檢查 系列是氧氣鋼瓶檢查 處水桶檢查 檢查水桶外觀是否正常 檢查水量是否滿水位 檢查束帶是否用五千磅壓縮帶 固體控制 人員生理檢查 組員相互檢查 檢查人員是否有應缺氧 而造成狀態異常 檢查人員是否有應缺氧 組員開機閃避輪 沙水器就位 組長將沙水器置於閃避本錢 組員自於閃避本錢 沙水水罰處就位 灑水命令下達 組員開啟水罰 組長開啟灑水器灑水 操演完畢 好 謝謝 我們怎麼問題可以請問他們 有問題可以詢問他們 上面的裝備 人工水裝備也可以上去拍攝都沒有問題 還有問題就是可以詢問我們 希望各位現在看到這個 算是我們比較 算是兵公自見 我們自己 這個 我們GD裡面同仁做的 那我們未來希望說 能夠算是 朝向模組化 我們等於說 模組化隨時補充 隨時換新 這個會比較好 好 還有什麼問題可以請問 舉站 舉站 OK 那你們就是相互檢查一下 就是交接完畢那個站 上面提一下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前往餐廳 我們就要上車了 車子在旁邊 謝謝 謝謝各位 可以進去拍嗎 可以進去拍嗎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有在這裡 沒有可能 這個 就要可以了 大家可以啊 也沒有 請他們 我沒有去看 對了 剛剛 那邊 他是 那邊 什麼 那邊 我 他 你是 那邊 不會啦 那個擠滿很難啦 那個 上一個 上不滿 先來看看 先來看看 這是這個 上大號的真的 要親的嘛 落地人家親的 很痛苦 好 來 我們往車趴這邊一趟 來 我們等點時間來齁 行 危險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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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